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想对我的母校说 北外 祝你生日快乐 我的心永远与北外同在 大家好 我是来自意大利的安鲁西 但我知道今年是北外成立八十周年 我特别开心 因为留学在北外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另外小壁池 食堂 中文学院等校园的很多角落 我都应可在心里 话不多说了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到北外 学好汉语 了解中国 感谢母校对我们的培养 祝我们的北外更加美好 北外见校八十周年快乐 在北外我认识到教育和朋友 在每个地方的世界 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在我的心里 希望见到快乐 祝你快乐 祝你快乐 大家好 我叫阳汪文 来自越南公安部 学健飞市 转眼离开母校近年了 回首往日在母校的点点滴滴 后来两年半在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还依然历历在目 那些年我们一起奋斗 一起进步 一起成长 一起欢笑 那些年的情谊 难舍难分 一直正常在我的心中 感谢母校让我认识这么多和我一起学习玩耍的同学 感谢母校让这么优秀的老师们 教给我们这么多知识 感谢母校给我们这么舒适的教师和美丽的学习环境 感谢母校那些年给我的关心和照顾 在母校近80年华大于您周期 祝母校的未来更加辉煌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 大家好 我叫祝阳汪的中文名字是王开玄 2019年我来自意大利的首都罗马 2019年我作为罗马大学的交往生到中文学员 学习汉语 在这里我学习汉语 而且学习中国文学 理事和艺术 2019年夏天我和我的意大利同学写完论文 顺利从北外毕业了 其实我住在北外的时候 曾经碰到的一些困难 每天要学的很多 起得比较早 跟罗马大学不一样了 然后要适应中国生活的习惯 规则等比较难 但是在老师和朋友的帮助下 我克服了很多困难 老师说 被网友学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北外我学会了很多 我成功的挑战了自己 我认识了特别好的老师 交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 参与了很多有意思的活动 我真可以说 我在北外的一年 是我生活中最难忘的一年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回去 北外 见你还是准年快乐 北外 好优秀 尊敬的各位老师 各位校友 大家好 我叫全川友术 是日本人 今年42岁 直子北京外国一大学迎来 建少八十周年少庆之际 我仅具最诚挚的祝贺 我本人自2003年至2004年期间 在北外留学 在北外的国招楼和电招楼 学习中文 日中苦译和比译 记得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中国通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 北外的学习 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奠定了真实的基础 真生难忘 现在我在一家促进日中两国经贸合作的民间团体工作 几乎每天都使用中文与中方招楼 我当位每年派遣规模巨大的反华代表团访问中国 在北京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那时我做日方代表团的翻译 中方的翻译由中国外交部的翻译官来担任 其中有很多是北外毕业的 他们既是我的校友 又是我的战友 虽然我们的国籍和立场不同 但我们为推动日中两国的经贸合作向前发展一起奋斗 我对此感到无比自豪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 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苗头正在滋生 在此情况下 学好外语 了解外国国情 对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合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希望我的母少北京外国大学 作为培养高端外语人才的摇篮 今后背出更多英才 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一名北外人 我本人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日中两国的世代友好和世界的发展繁荣 尽我的棉博之地 最后 忠心祝愿北京外国大学更加发展 各位老师 各位少友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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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